第四集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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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特級大粉紅 你開mai 特級大粉紅 你好 傑克 特級大粉紅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16歲台南人 16歲台南人 你才16歲 對阿 真的假的 我不能16歲嗎 你真的了欸 你16 欸 反正我這個年紀啊 我真實年紀大都說我小孩子嘛 我就乾脆說一個小孩子年紀出來就好了 好好好 16歲台南人 那你真的是台南人嗎 也不是 我是住在台南 但我不是台南人 好好好 那你台灣人吧對不對 也不是 你不是台灣人 我是澎湖人 喔 那靠北 阿澎湖 你是勒 澎湖不就隸屬台灣 台灣省澎湖縣啊 我們自我介紹都這樣介紹習慣的啦 喔 你澎湖 所以你們澎湖都不會講自己是台灣人喔 不會 喔 是喔 我第一次聽欸 澎湖都不會講自己是台灣人喔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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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澎湖人現在住台南 好好好 你好你好 來 特級大粉紅 來 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這個主題好像 有點主觀啊 嘿 沒關係 你說 我這邊是自由平台 啊 OK 怎麼說主觀 我不知道該不會說我的祖國嗎 因為現在你跟我的身分 都是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我們 失去了大陸的領土 我也不知道我們到底要不要反共回去 還是要追求獨立 你的想法咧 你就講你的想法就好啦 我的想法 其實我是偏獨的啦 我是支持獨立的 但是問題是呢 現在做不到 以後可能也做不到 嗯 然後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再看看說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路線要怎麼樣去分別 那我看來好像 民進黨想要採取 華獨的立場 國民黨的話我不知道 國民黨最近的立場蠻模糊的 不知道該怎麼 闡述他們的立場 你是支持國民黨的嗎 嘿 我 不是支持國 我不是國民黨的 但是你要問我傾向 我當然是比較傾向國民黨的 但不代表我都 都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作為這樣 嗯 對那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是否 認為說國民黨要繼續支持九二共識 要 是應該要支持 要 要 要繼續保持著兩個中國 還是一個中國的某空間 這樣會比較好對不對 那這樣子 對 你只有這條路 你沒別的路了 啊 對啊 那其實 而且九二共識現在看起來還不夠 還不夠 對國民黨來講 你九二共識的基礎 你還要再往前一步才行 但是這當然是對國民黨來講 但是對台灣內部的選舉來講 這就很慘了 你知道 就這樣 死結 好來你繼續 好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的國家認同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去讓哪個地方代表我們的祖國 我覺得這個沒有答案 因為我現在手上也分資料是 關於台灣的族群探索這個部分 撰寫人是范士堡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范士堡 對范士堡 這是關於台灣人的族群認同 對對對 這個范士堡提到說就是 台灣其實並沒有統一跟獨立的問題 兩個都沒有 對 那問題是呢 當初在開了會議之後 也沒有說要直接把這個台灣 跟納貴中國的領土 當時中國中華民國 那他只有說是托管 那我不知道說現在中華民國托管結束了沒 但是應該是說從來都沒有結束 都是總和在一起 現在是變成中華民國在地化 那這個是顯而易見的 那中華民國在地化呢 接下來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制憲 要不然就是獨立 制憲跟獨立是不一樣的 制憲是指把國號改掉 把國民改掉 把憲法改掉 另外一個就是建國嘛 就是把中華民國推翻 就是華獨跟台獨啦 講白就這樣 華獨跟台獨 我相信這兩個立場呢 捷克都不會認同的 那其實我的話 我本來也是認同台獨的 但是呢 後來我發現了 後來我發現了 已經失去那個方向了 台獨是不是 台獨已經失去方向了 不管是台獨還是華獨 都已經是失去方向 你所謂失去方向是什麼意思 我看就是台灣人們的主題意思是 就是安逸維持現狀 這樣就好 不要再更多了 就這樣吧 對不對 這是台灣人的主題意思 我也去嘗試 去讓很多人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走向台獨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沒有人認同我 那我也逐漸在迷失我自己 你說你跟你周圍的人講 要台獨會好一點 大家也都不認同你嗎 還是大家就是 他們的觀點是 他們都是泛民進黨的 他們都是支持民進黨 也是民進黨的路線就是華獨嘛 那我跟他們說 民進黨已經在2014年的時候 凍結台獨黨綱了 你不能去支持民進黨 你可能必須要去尋求另外支持別黨派 那他們不認同我的說法 他們還是繼續認為民進黨 大於國民黨 民進黨 治理中華民國台灣 是最棒的選擇 那我就沒責 我沒有責 等一下 那個老高 特級大粉紅 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把你的那個 那個特級大粉紅 你說你 你跟你的民進黨支持者的朋友們 去講 就是說 台獨 他們本來是支持台獨的這一塊 然後你跟他們論述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沒有要台獨 所以你如果要台獨 你應該支持別的 但是他們不理你 是不是這樣 是是是是 那你個人覺得咧 我個人覺得我只能尊重啊 我也沒辦法說什麼啦 不是 對你個人來講 你覺得 你是支持台獨的嗎 我支持啊 我覺得台獨是比較好的選項 對台灣來說啦 但是大部分人不想這樣做 那我也尊重大部分人的選擇 你跟 我 我不想知道大部分人 我想知道你的那些民進黨的朋友們 他們 嘴巴講支持台獨 或者跟你講支持台獨 但他們仍然支持民進黨 即使他們心裡面知道民進黨不會台獨 他們仍然支持民進黨 有沒有給你一個說法 從來沒有因為不敢給 但是我已經能推出他們的心理狀態 就是他們不想要戰爭 我也是不想戰爭嘛 因為我們都知道戰爭遊戲很酷 但是戰爭很殘酷 我們都知道這個道理 我也認為說啊 這些人應該也是已經變成像是嘴巴說說的狀態了 所以說我也沒差 我已經能推敲出來他們的心理狀態是這樣子了 我之前都有去這個演唱會嘛 獨立樂團演唱會嘛 這個 哇很獨欸 獨立樂團的 那個台獨聽起來很濃的 獨立樂團 不是不是 那個我常去嘛 我去玩碰撞 我去聽眾金屬樂團嘛 他們就像大港嘛 什麼言論自由樂團嘛 他們都會挑舉著台灣獨立的那個氣候 那個拉下去很爽 但是要他真的這樣子去搞 沒後續 就是那個時候當下那個情緒 覺得那個台灣獨立的曲子 超爽超有成就感 但是問題是之後呢 就沒有然後了 那這個也是就這樣吧 就是這個狀態我非常清楚嘛 他們是表面功夫做一做 心理狀態是怎麼樣的 我知道啦 就是不想幹 只想躺平 那我會躺平 我也只能躺平了 所以你這個台獨派 你現在也乾脆躺平就算 反正大家也都不幹 對啊大家都不幹 都不想幹 那大港開唱 還是會把那個台獨拿出來 反正大家就喊爽 每年都拿 有辦一定拿 但是大家就是喊 喊得很爽 對 但是做了就從來不做 對啊是啊 是這樣子 對啊 就是這樣啊 你也知道就是這樣 那 那 那個特級大粉紅 你的理智上有沒有覺得 真的台獨就是一條 不可能的事情嗎 就是 人家講一個笑話 台獨就像插你娘 都是只能說不能做 對不對 都是這樣 那那那有什麼意義 這樣 因為 欸欸欸欸 你愛我 你說你說 你說你說 插你娘怎樣 他是一個時間 維度很短的一個瞬間 我們 我們 人不能可能活那麼久 所以說 幾百年之後的事情 我看不到 我也不能下定論 是這樣子的 他 他到底能不能獨立 還是統一 這都不 這都說不準 那那現在是這樣嗎 現在 現在那個 台灣 台灣現在到底要怎麼走 那我 我跟你分析我的想法 跟我的看法 就是這樣 現在台灣如果大家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 不要這個 模糊的這個空間 好不好 那就是把台灣逼著 你要不然就是更 更清晰 就是 呃 蔡總統說的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個華獨 或者甚至台獨 就是往獨的這個地方走 要不然就是 更大膽 就是說我九二共識 還要更進一步 往統的這邊 這邊走 那我個人的認 認識啊 我是覺得 對台灣最好的路 就是 往統的這邊 趕快開啟 和平統一談判 這樣對我們來講 可以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那要不然 你就去 台獨 或華獨 你就做實質獨立 啊 那如果這兩條路的話 我覺得我選擇前者 就是開啟和平統一談判 那但是現在民進黨跟你們這些支持者 顯然就是想要往獨的這一塊走 但是又不敢去走 又維持現狀 嘴巴喊著獨 腳上踏著維持現狀 不敢往獨那邊動 就是這個尷尬的情況 所以你明明知道不能獨 但是你嘴巴喊 你還是一直喊一直喊 那就變得是大家 嗯 這個叫什麼 耗在這裡而已 就是現狀耗在這裡 那實際上來講呢 如果 不管統一還是獨立 都是叫做越快越好 如果和平統一談判 你越早開始對我們來講 和平統一可以得到最多的籌碼 這是事實嘛 對談判桌上來講 可以得到最大的籌碼 那要不然你要獨 你就趕快獨 趕快開啟獨立的動作 要不然兩岸實力對比差距越來越大 中美之間實力差距越來越小 你這樣獨立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少 你是這樣分析這樣沒錯吧 大粉紅 對不對 大致雷同啦 那就對阿 所以你在台獨等什麼 對不對 我OK阿 你等什麼 不然你再耗下去 就是成功機率越來越小而已阿 這就跟我剛剛說提到的 飯事寶的觀點就是說 台灣沒有獨立跟統一的問題 台灣只有問題就是說 這個台灣主權 所以台灣人民的話 到底是現在進行事還是未來事 到底說到底要不要讓台灣成為我們真正的祖國 這目前是交給我們台灣人民去做決定 那台灣人民的決定就是呢 維持現狀 不想他 不想要獨立 你害我黃標好多 好那個大粉紅我跟你講 有一件事情是就是很殘酷 但是它是現實阿 就是我們常常講台灣的未來由台灣人決定 包括你剛剛講那個范先生 有台灣的主權由台灣人來決定 但是我問你 事實上你覺得 以現在國際情勢 台灣的未來是由台灣人決定嗎 這不是應不應該 這是實際上喔 實際上是由台灣人決定嗎 你覺得 當然是由國際角力來做衝突吧 就是中美之間而已啦 你不用國際什麼角力了 就是中美之間 還有包括一些周邊國家啦 比如說東南亞啊 東南亞的哪一個 在中美之間能夠講上話 你覺得誰 講白了就是世界上 應該也沒有啦 世界上就是三個國家能夠下棋的啦 中美俄羅斯 講白了就是這樣 那台灣問題就是中美之間的問題嘛 那你東南亞誰 越南出來 欸台灣的神經病呢 所以台灣為台灣的未來 或者台灣的主角應該由台灣人來決定 這個是我們的期望 但是事實上 我有問你嗎 台灣的 你覺得台灣的未來 是 掌握在台灣人手裡嗎 欸如果台灣人 能繼續持有一些獨門的高科技產業 那他 也是成為 也是一個本錢啦 但是 只有一個 是不夠的 需要更多個 我們需要增進自己的實力 需要開創更多的產業 需要掌握更多的獨門技術 需要擴充自己的國家的軍力 這都是需要時間去進行補足的 那我們並不能說 我們他 我要台獨 我就喊到爽 那我問你 你如果按照這個路子走 都可以啊 你往這個路走 你就是 增加自己的軍備 擴張自己的實力 那我們現在我們有這樣做嗎 我們都草莓兵欸 我們兵役期 根本說短的那樣 大家連槍都不會拿吧 也沒有全民皆兵啊 那 這個 對啊 我知道 逃兵問題很嚴重啦 也要 當兵 我同學們他們也是在爭 爭取這個免疫啦 不然就當四個月啦 但是 但是總歸沒有訓練好 那你走這條路 你沒有要走啊 那事實上也沒有走 走對抗的路啊 所以現在不走 不求武力啊 現在都是求重傷了啦 都是走那個產業轉型過去了 這個我承認 沒有辦法 那 對嘛 我說你要台獨 你現在你沒有本錢獨嘛 你事實上是沒有嘛 你覺得能打嗎 你講的就是應該 我們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 但沒有做啊 你沒有往真的實際 準備好不息一戰的這個做準備嘛 你如果說武裝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刺蝟 我們全民皆兵 像以色列一樣 然後怎麼樣 我們就拼了 我們為了獨立 我們不息這樣子 你沒有把這個態度拿出來啊 對呀 你得看民進黨當局怎麼做啦 因為我們選他嘛 得看他怎麼做 這不是我能決定的 對 如果民進黨能做 那更好 那現在是已經那麼多 那麼多年了 民進黨都執政多少年了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 就是一灘死水 就是一灘死水 那所以 好啦 但是現在嘛 我們把它拉回來 現在我們的祖國呢 就是中華民國 捷克跟我呢 都是中華民國 很很 像捷克這樣的人呢 年輕人是很排斥的 連溝通都不想溝通 真的 我我很排斥什麼 我說年輕人很排斥捷克這種 不想跟我溝通 為什麼排斥我 對 你不是很年輕嗎 你也跟我溝通啊 啊 那是因為我 我比較 我不是 我已經被小朋友 流水了 所以我沒差 好 你習慣了就對了 我習慣了 你說年輕人 不想跟我溝通 是不是現在 是啊是啊 你們基本邏輯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但是又不能互相融洽 也不能夠 也甚至說 已經把你當別國人了 已經不是同一個國家的了 嗯 你覺得現在台灣年輕人會把我當別國人 嗯 對啊 這個已經就是族群分裂嚴重嘛 我們不是都說 啊台灣人都是一家人 其實這些年輕人 沒有一個做到啊 嗯 我差點也做不到啊 啊現在 現在躺平之後 就 稍微抗開一點了 我好像比較棒一點 所以你 你是個躺平的台獨派 是不是 啊本來就是 大家 小時候都這樣嘛 小時候滿腔熱血嘛 長大之後看到世界黑暗 然後 直接出車被打一棒之後 他奶奶的是怎樣 嗯 不過呢 不過呢 我發現很多人 剛剛那些中國人啊 剛剛那些專家啊 都喜歡說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強調 我們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嘛 其實我認為 這是他們的自由 我覺得OK 但是我認為是呢 其實祖國沒那麼重要 真的是這樣子 你覺得祖國沒那麼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麼 對 重要的是個人 能夠為這個世界做什麼事情 嗯 你能 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 這是這樣子 那 那那個 我問你喔 那個特級大粉紅 當你聽到對岸的 比如說習大大他講 我們的目標是星塵大海 那我們一起來共 共求人類命運共同體 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些口號 你聽起來你有感覺嗎 我不會跟你說關我屁事 哈哈 關你屁事是不是 對關我 關我屁事 你覺得星塵大海 你不想要去追求 沒必要啊 你人短短幾年 十幾年過完就沒了 你可能還沒有下一代 你要把這些意義傳給下一代 蠻困難的吧 星塵大海是很偉大很偉大的人在做我事情 對不對 你比較想追求巷口的妹 不要追求星塵大海 是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 不要為了一棵樹放棄整座森林 這是你的觀念對不對 我的觀念是呢 這棵樹就在那邊就好了 我不想去接觸它 可不可以離我遠一點 好好好 就是星塵大海 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呢 你覺得 沒那麼重要 沒那麼重要吧 人家安克魯薩克遜人 都沒在追求復興了 我們何況 中國偉大華人 一定要追求偉大復興 這個跟個人實在有太遠 安克魯薩克遜人復興的屁啊 他主宰兩百年 他還要復興 你懂復興的意思嗎 他可以 他可以繼續復興 他可以繼續強大 他可以繼續像大英帝國 去侵略人家的地球 復興大英帝國 安克魯薩克遜主宰兩百年 有什麼好復興 復興不是他那個啊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是中華民族呢 對你來講 我會跟你講我是 漢人 漢人 我是漢人 那你 你會覺得自己是中華民族嗎 你要中華民族這四個字 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 那概念太雜了 我想要把它 它太廣了 中華民族不能只能代表給民族 應該說 我喜歡把民族 單一單一的去稱呼 像比如說台灣的太雅族 阿美族 這樣子嗎 我是漢族 這樣子 你就是想 想切開來看就這樣 我覺得身為一個漢族人 OK啊 我沒任何問題啊 那華人呢 你覺得自己是個華人嗎 華人喔 嗯 我現在沒有居住在外國 沒有就這樣 你是聽到華 你就已經全身身裡不適是不是 對啊 現在那個反 那個反射神經還是存在喔 都會吃一下 對啊 有點奇怪喔 會這樣是不是 你會喔 你聽 從以前的時候是極度反感 到現在終於克服一點 變成一半反感 但是你卻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 你沒有問題 現在這是我的國家啊 我身分身拿這張啊 那不是很矛盾嗎 那你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族你就身裡不適 中華民國漢族耶 是不是這樣去問 他媽的 好 中華民國的漢族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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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克什麼時候破10萬訂閱啦 趕快今天晚上就達到這個地方 隨便啦 今天沒有就明天 明天沒有就下禮拜啊 我們不要提醒網友這件事 網友最壞了好不好 不要讓網友發現我快10萬了 他們發現他們就要退訂我了 不要讓他們發現這件事好不好 好啦好啦 好啦 好啦謝謝你啊大粉紅 有機會常來聊聊好不好 我們缺少那個易溫層的聲音 也歡迎你多介紹你的那些朋友來 至少在我這裡我一定讓他們唱所欲言 好不好 那5030呢不是藝族人嗎 有啊我讓他講夠多了吧 他都快變VIP了 他每次講我們哪有沒讓他唱所欲言的 我讓他講到我的我的粉絲 我的訂閱者都要說退訂我了 好不好 我還沒有讓他唱所欲言嗎 拜託 好不好 好啦好啦 那就這樣了 OKOKOK 謝謝傑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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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